比如說,假設我今天把這個model trim完 然後我把H1QD拿掉 我是不是就可以剛好貼著懸崖邊再走 這個,對不對 他意思是說,我今天我在 我在 trim 的時候我是H1QD 然後我剛好走在懸崖邊的話 我會有一定的趴數,會是亂竄 那我就掉下去,不然錢不付了 就扣100分 但是可能作者沒有想過 他只是想解釋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QLearning會收斂在-50分 然後Sasha會收斂在-25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 為什麼Sasha可以走 他可以有辦法走就贏 那QLearning為什麼就是走在懸崖邊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因為Sasha他的 他的報酬 並不是當下的 當下自己預測的最大 而是 同樣是H1QD去探索 去 就是有一定的機率會去探索 走得到的 走得到的 所以 所以 他允許說 我今天我要optimize 我要拿來 fit-aloud model fit-aloud model 裡面的 我不一定是當下 我認為是最好的 我也可以 我允許有某個機率 我可以亂竄 我允許某個機率 我可以嘗試不同的可能性 我允許 那也就是因為他允許了 那久而久之 所以H1QD H1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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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都知道喔 你今天如果 你要繞比較長的路 你的 你得到 Esservation Reward 會比較低 絕對會比較低 像你在 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決定 你要繼續往上走 還是你要決定 你要往橫的走 對不對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可以決定 要往上走還是往橫的走 可是你看喔 往橫的走 是比較快 到達目標的 往上走其實在繞路 對 所以說你看喔 就是QLearning的話 他當然會認為 在當下他當然會認為 當然是往這邊走啊 因為這邊離 目的力最近 你 你如果再往上走的話 因為他每走一格 要扣一分 你是不是會扣比較多分 你才走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QLearning 因為他是反饋我當下的最佳節 所以當然是往橫的走 而且是100%沒有意外 對 絕對是往 就是他就說 他說拿來FIT出來的那個 屋子函數 他絕對是往 他絕對是傾向於 會讓他往這個地方走 那他沒有去探索別的可能性 對 那其實這個地方只是在說 我覺得啊 只是在說 這兩個演算法 在怎樣的情況下 他會有很不一樣的表現 那也可能是告訴你說 使用上 可能要注意 那 如果說你今天就是想要 貼在水那邊走的話 就是走在危險邊緣的話 那邊又QLearning啊 為什麼 我今天就是不想繞路嘛 然後我只要把FIT拿掉就好了 我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你想要收斂到一個 可能要保持一點安全距離喔 那你如果需要這樣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做那個 遺障車嘛 我可能需要跟障礙物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不要那麼貼嘛 那你或許就陪用Sasha 來做你的專題 大概是這樣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是Avive的一個遊戲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都可以自己玩 就是說你把這個格子畫好 然後 你把那個 中間那個條件輸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計算 那他這個是 他這個很好玩 他這個遊戲是 他 首先創了這樣的方格 然後他的起點是S 中點是G 那一樣 跟剛剛一樣 他用最短的步數 從S走到G 然後中間他交代了一個干擾量 叫做風 就是 風是往上吹的 然後 風往上吹的數值 有1跟2 有1這樣子 那 你看這很好玩 就是說 我同樣都是往水平方向走 那 風只要往上吹一個 我就變成斜的往上走 就是這邊 那你們 我那時候看很納悶 那為什麼這邊吹2的時候 他還是 他還是這樣子 因為他可能在抵抗這個風 我不知道 就是他 他可以選擇 他其實是 Action是可以 往左往右往上往下 對不對 雖然有可能是 往上吹1格 但是他往下走1格 所以剛好抵消 之類 我不知道他 雲不雲抵消 課本上也沒寫 對 所以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這邊有風在吹 這兩個 這就是風力子 有風在吹的時候 他還可以走直線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在這個點2 他照理來說 應該被吹飛了 可是為什麼 還是走在這邊 因為這邊是牆壁 所以剛好就卡在這裡 因為你都碰到B 以後你還往上吹 所以他大概 因為我在想 他往下走Action 是1格 還到往上吹2格 所以照理來說 會不會吹到出界 可是他沒有出界 因為這個就是他的Bundle 所以他就只缺到這邊 不解釋 那 就是他自己寫了 一個簡單的小遊戲 然後 就是想要去 想要去看說 他 假設我 我更改裡面的參數 然後會造成什麼樣的 結果上不同 那課本上面就建議說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建立出來了 那 你如果讓Action變多 從本來四個變成久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允許他 煞車變得0 或是 你可以往回走 怎麼樣 你剩下Action的話 這個會怎麼變化 那或者說 你可以讓這個風變得很難預測 你看今天的風都是寫好的 1就是 都是往上吹 然後1 2 2 他說你可以讓這個風 變成這個機率性 比如說三分之一的機率 是往上吹1 三分之一的機率是往下吹1 各式各樣的去擾亂他 那 他就說 你去做這個實驗 你看看最後 model會不會 我是想 他可能預期我們要跟他講 就是 model到底會不會還是會收斂 那在怎樣的情況下 可能會出問題 那Action增多了 Action增多了以後 到底對整個整體的reward提升 有沒有幫助 他大概想知道 他大概想不到這件事情 不過這件事實驗以後才知道 大概大概是講一下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玩一下這個習體 然後 尤其Sasha是想要去improve 剛剛講的 Either就是Sasha跟QLearning 他都想要再做得更好 那 他這個基本上 他這個方法 課本上是說 他可以做 on policy on policy on policy 都可以 基本上對他來說影響很大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Either就是Sasha 的話 他的那個alpha 可以射成1 他說絕對不會翹起來 alpha可以射成1 他說最後不會翹起來 這是他第二個特色 那 這可能要去證明才 要去做數學證明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 但是 作者已經跟你講了 然後 然後 後面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 剛剛那一項 Sasha是拿 on policy 所決定的 那一個 Action 就是Action規定所決定的Action 去算那個Action 當下你的Predit model 對他的Predit出來的 乘落多少 就擺在這一項 然後 Q Learning擺的是 我當下的Model 去跑完每一個Action 得到reward 我找最大的 那這邊的話 就是 我覺得這是 這是人類可以想得出來 就是 你居然可以 你居然可以從 每個Action裡面去找最大的 那 你當然也可以從 每個Action裡面去統計出 你的期望值是多少 你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那 他就是在做期望值 就是 我在State的加1 因為我 take action 然後我State的變 然後 我要再 Instagram 我要再take action 所以有at加1 對 那 基本上 我就是看 我這個at加1 的excitation Value是多少 而不是單單只看 某一個Action 而是所有的整體考量 對 那 這個地方我寫程式的話 就會變成說 你要 你變成說是 有兩項要相乘 第一個是 你有多少機率會走到這個Action 然後 第二個是 你這個Action底下的評估函數是多少 你要把全部sumation取完 你才會得到 Experty transaction 那 這個 這個 實際Inputment 我 因為我 我很少用到 RL 所以我也沒有真的用過的 不過說真的喔 這個東西如果要做的話 因為課本都已經跟你講 他比小小還好 所以下次你在Inputment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 那實際上什麼Inputment 你要看 可能要參考人家的控制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說 這個 機率乘上 那個機率要怎麼弄 小聲說 我知道我Action是多少 那Action有一半是Rend and Tri 那 我就知道說 Action乘上Rend and Tri 再乘上那個東西的肚子 那那一半就解決了 那另外這一半呢 就知道了 另外這一半我難道是說 看成說 我當下 我當下取得這個Action 所以Action就是100% 然後乘上 我取得這個Action 我是1-Action 然後再乘上 我的所評估到的這個值 可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那可能下一張會有 那 總之就是我今天要得到我的 我的希望值 然後 我對於目前每個Action 我得到我的希望值 我來修正我的Model 而不單單只是最大值 不過不單單只是我用Action規例 取得了某一個值來做 取得了某個Action底下的一個期望值 一個預期的值拿來做 就是送到Model 那這邊只要這張圖就是講說 這也是很好 就是說 他在講說 我今天 我有一個漸進線 就是我每個方法 我可以算出來 我最終會狩獵到哪裡 這是公式可以推倒的 那他分別畫出三條線 那Expective Sasha 他可以狩獵到這個位置 比如我可以狩獵到這個位置 然後Sasha可以狩獵到這樣 隨著Alpha變化 他會越來越低 然後QLearning的話 也是這條水平 那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Expective Sasha的話 他的Alpha 他的Alpha是低 對他來說沒有影響 然後QLearning也是 可是我不確定喔 我不確定是 因為我們今天算下來 Expective 我們今天算下來 這條漸進線 他不會被Alpha影響 但是實際上 在Train的時候 會不會 這個就知道 那但是 至少作者是說 Expective Sasha的話 你Alpha是很易 你都可以熟練 你都不會翹翔 那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首先看到 就漸進線來說 的話 Expective Sasha比較高 然後就實際上 在Trainin的話 Expective Sasha 可以得到的reward 是最多的 最大化的 相較為這三個方法來比 他是最大的 那 這個 前面這個 Asymptomatic 就是 這個他是指那個漸進線 就是 在不同Alpha底下 我預期可以得到的 Messimum是多少 就是Messimum reward 是多少 然後底下 Internity performance 就是說 我實際上 我在做這個 我在 我在Train的時候 我最終的結果 隨著Alpha的變化 然後我把它 畫成一條線 最終的結果 這邊講的都是說 已經 已經Train完了 然後最終的結果 隨著Alpha的變化 我稍微把它畫出來 這邊稍微等一下 就是 Alpha等於1的時候 你看到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後面那一項 跟前面那一項 不是就會刪掉了嗎 Q ST AT 其實這兩個 其實就刪掉了 Alpha等於1的時候 哪一個會刪掉 就是 就是 Q ST AT 最外面 喔 Q ST 對 他這兩個就會刪掉 但是 其實大家就比較一下 就是跟 Bellman equation Q Pi SA的那個update的時候 其實他這 我稍微上去一下 我會講 他不是什麼方式 我會講 就是說 其實是 其實說這邊 一般標明他 針對一個 Tradition function 就是 S到 ST加1的機率 他再把整個 上面學 其實說 他這邊有點講說 S到ST加1是1 就是這個 ST加1的機率 他把它當作是1 大家可以回去再比較 我也是覺得有一點 怪怪 為什麼他說 他這個式 他只跟 對我們去比較說 覺得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他的大觀念是 用期望指 可是具體上 細節怎麼做 還要去轉 我是覺得 書上並沒有讓 並沒有讓我覺得很清楚 對 這個如果你真的要印度門的話 你要去轉 這個 到底叫怎麼做 才會對 這個時候還是 很多要研究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 當了入門 就了解他 他是用期望指 對每個Action的期望指 去做 我問一個 不知道 像你講 什麼東西 讓我看一下 因為這個消掉了嘛 所以最後其實只剩下這一項 對 這一項其實就是 B字 就是說 對 就是你在 Expected 這個State之下 他可能Action 發生過千百次不同的 對 可是你把它 Expected Value 算成某一個 期望的道具 對 算成期望值以後 那你就是 這邊就夠去 估計你的 那個 名字啦 是 就是 就不用在前面那一 就不用在前面 對阿 因為這個本身就在估計啦 所以你 那從Sample拉很多的時候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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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有沒有 就是你 就是你雖然的 Q 其實上次在做 平台的那個東西 就是預測的 對阿 就已經估計 就是一個估計 嗯 這個 這邊再想想看 可是也就是說 如果這兩項消掉 其實這個估計就是Q了 對不對 對阿 對對對 這可以再想想看 這可以再想想看 這真的 R R R 要是一起Q 就更好 因為它R也可以 但是R沒有 是State 不一樣 其實這個R 其實這個R 應該就是說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State之間 時間有沒有很短 很短的話 就也是E吧 比較長的話 它會Decl 對 你覺得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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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 我自己看書 想 也是想後 然後想後 大概就是 對 因為我自己在用這個Gamma 我也是很小 你有沒有 爾順說如果 學到後面的策略 它拿回的R 應該都是Optima的R Optima的R 這樣子 然後呢 你不希望就是給定它某個R 可是它自己去收斂到某個最佳R子 所以它可以收斂到最佳的那個Q 的估計 其實最笨的方法就是你每個R都去試 試到這邊哪個最佳 對 那 最好的方法就是想那個方法可以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像 像你看喔 其實這個東西說好用也不見得啦 你要Tune Alpha 你要Tune R 對不對 Ava跟少R就不少 你要去 都要去考慮 Gamma 噢Gamma 對 因為對 你要去Tune Gamma 你要Tune Alpha 然後 那萬一你的Train又很久的話 你 你是不是 至少你要有三個點才能選擇 所以至少要跑三次 然後一個參數跑三次 兩個參數就跑九次 對不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你這裡講的是什麼 就單一講Ava等於E的話是前後向消掉對不對 你說這裡的情況是尾巴不會翹起來 因為我看你剛才前面好像有Ava比E還大對不對 沒有沒有 Ava一定是小E 對 剛剛講的 剛剛頭 剛剛看錯 所以另外一個圖是我搞混是不是 有那個好幾張圖翹起來 剛剛前面那個R都是小E 都是小E 我這邊不好翻譯很重 可是等一下我可以弄到前面的 那都是小E 都小E 都小E 對 小E才有E一樣 因為你今天 你今天是要慢慢的Coach這個QR 對不對 那你 你後面 像以這個例子來看 你Ava等於E的時候 你後面這一項就 就等於前面那一項 那你大E的話就很怪 然後 這個 這也是一個很GY的問題 對對對 這個 這個很好玩 就是我的起點在A 我的起點在A 我往左往右走 假設機率也是一樣的 可是我不會得到任何報酬 所以說我在A這個情況下看 基本上往左往右走 差不多 然後到了B的以後 他的報酬是非常機車的 他的報酬是一個隨機函數 那這邊舉normal 那normal的min在負得0.1 也就是說你今天 然後他Ference 我忘了是Ference還是TT 如果都是E的話都一樣 然後他的Ference是E 也就是說你今天 有可能很賽 你走到B以後 你拿到的是一個0.9的報酬 最賽最賽的情況下 那你是不是會大於往右走 這個0 你是不是會大於往右走 你就是會傾向於往左走 因為你知道左走到B以後 你可以得到一個 你有可能可以得到比0還大的值 可是你們看喔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陷阱 他是個陷阱 因為你的平均 就很像賭博 賭博你中樂透 你可能會中好幾億 可是你大量去嘗試 其實你是負債的 那就很像這樣 就是說你可能會有某一次 或是某幾次 不斷的讓你有大於0的reward 所以呢你整個系統 你會傾向於往左走 然後他用公式推出來了 就是說 基本上在這個case底下 往左走的傾向 他的漸進線就是5% 就是他裡面有寫 就是說 他的optimal 他可以做到 就是這optimal的線 首先是他作者 作者在觀察 他如果用double Q-learning 可以做到的optimal 是5% 可是用Q-learning 這個地方就不見 大家可以看 如果大家應該有數的話 用Q-learning做出來的這個傾向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他往B走的傾向 會比 會比 往A走的傾向 會多幾%這樣子 然後他如果用double Q-learning的話 他可以做到5% 的這條漸進線 然後他如果用Q-learning的話 他始終只能做到10% 這個地方其實呢 真正最好的傾向 真正最佳解 真正的最佳解 真正的最佳解 我想過 那就是 那就是往右走 因為你往左走 你 假設你走一萬 一千萬次 你的期望報酬是-0-1 所以其實是 最佳策略是往右走 可是 這邊提出的這兩個方法 他所能得到 就是說 他所能得到 其實都是會傾向於反左走 那 我自己在想 會不會人類的model 因為很像TD 所以 我們會很嘗試的去讀 即使知道 即使知道 他的期望值是差的 可是我們會很傾向去讀 會不會跟這個友方 他們面是-0.1 對 但是 那這樣為什麼還是會傾向 你說向左走的機率會比向右走的機率比較強 對 因為 因為他這個model 在做 在做那個 所謂的 就是 不斷在 不斷update的過程中 他會 他有可能會看到 他要比 在這邊 往左走的reward會比 0還要大 因為 往右走是0 往左走是0 往左走是0 往左走有可能會大於0 有可能會大於0 所以就會導致說 他也會有一個bias 是被這個東西給影響到的 就是 被這個某幾次比較大的報酬影響到的 導致他傾向於往左傾 作者這個 就跟你說作者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雖然提出了這個double q 可是他的optimal也是傾向於往左走 大於往右走 對 表示 那b這個state的value會大於0 嗯 b的 對 但是他的面是 即使他的面是-0.1 他還是會加 應該說你如果做大量的往b總 你最終是負的 可是他規矩這個b總 你看-0.1跟1的話 他是一個將近 接近快躺平的那個gaussian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他的farence相較於 就是他的farence 如果我們是以中心0來看的話 他farence有可能讓他到很正 也可能讓他到很負 然後正跟負值差一點點 所以 你知道他是故意舉這個corner case 然後來測試說 我的qlearning 我這個算法 在這種情況下 他會到底會產生怎樣的收斂解架 然後我相信 我相信他把這個optimal的這條線畫出來 他一定有推過公式 因為他應該是很會推公式 他應該是用推的 他不是說我今天這樣 這個曲線畫下去 我就把這條線畫在這裡 應該不是 我相信作折 他會推公式 他把他推起來 對 那我就發現說 即使是wqlearning 也是傾向往左傾 那他有盡可能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也不是完全解決 因為真正好的解釋 往右走到 就是往右走到大於往左走 然後 他用的方法就是說 本來我的這個q 只有一套 就是說 本來我從頭到尾都是針對一套 固執系統 在做所謂的tuning的動作 學習的動作 那我現在就是把這個東西變成兩套 然後 一套 q1這一套固執系統 他是用q2去做 q2去找 找最大的 找最大的那個q 他是用q2的固執函 去為 去為那個q1 upmax的action 他是這樣子交替 這樣反轉這樣點 也在一起 就是我今天 我的 我的q 我今天會拿設計這兩套系統 因為你如果同樣用q1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你如果同樣用q1去做的話 你要是局部 你很拉 就是假設你有四個try 或是十個try 他都是 他的往左走的旅路都會大 都大於0的話 那你的model就會被拉過去 會變成這樣 很想要往左走 那 他切成兩個的話 就練成說 我今天有一半的機率是走q1 一半的機率走q2 然後我不會一直在 你看 如果是切成兩個的話 我不會一直在 我不會一直在修正q1 或一直在修正q2 我有機率性的是q1 q2 這樣子不斷在修正 所以我會大大減低了我 我在短時間之內看到大量的 大量的正的reward的樣子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可以在短時間 就是萬一你在短時間之內 或是你很晒 你總是弄到正的reward 那短時間之內 你這個model就會拉得很遠 就會整個都拉走 那他今天設計的這兩套 用同樣的機率 Q1 Q2 用同樣的機率 他其實就是不希望在短時間之內 有很多正樣的 然後導致你這個model怎麼被拉走 然後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那我也在想說我不會惡搞一下 他今天是0.5 然後是Q1跟Q2 那我其實可以惡搞 0.3 Q1、Q2、Q3 然後Q1用Q2的 Q2用Q3的 Q3用Q1的 然後把這帶進去 那不知道會怎麼樣 你的Q1、Q2是 兩套的 就是兩套的 對 兩套的影響 所以這樣的做法就是說 他的壞處就是你的memory是double 因為你有兩套 但是他的好處 他的好處是計算量是一樣的 因為你有一半的機率是 做跟原本一樣的事情 這個計算量是一樣的 只是你的memory double 因為你要Q1跟Q2 去同時現在去做這套東西 所以你memory會double 那書上說memory double 但是計算量是一樣的 對 然後可以 你可以降低 這個Messimum Bios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 他只是降低 他並沒有解決 也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你 你在做這個 所謂的 RL的時候 所謂的TD的時候 如果遇到類似這樣的傾向 你就會產生一個 很奇怪的傾向 像譬如說 我坐壁上車 碰到障礙物 他就是傾向你會 往右傾或往左傾 我現在 我以前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大概 可能 有可能是這樣的因素 導致說 他在某種情況下 你就是 chip不到他往另外一邊走的情形 然後 這個後面就是 課本的話 就是到Double Q任命結束 那 我有做一個 異仗車的一個專題 那是在 去年 我忘了是去年什麼時候 然後 裡面流程主要是這樣 那 我先講一下 當時做的流程 當時候NVIDIA 還沒有推出 那種物理模擬疫情 然後所以 那時候抓了一個叫 Hitwrap的open source 收尾 然後這個收尾 他不用錢 然後 他就是 裡面會有 物理的模擬 有那個 你可以做機構 可以做機器人 他輪子 什麼動量啊 什麼物理的質量 動量 什麼都可以模擬 他可以做 ik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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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inverse inverse connect control 這套軟體 他有開一個 python api 那python api 你可以藉由python api去調用它裡面的 物理數值 然後 或是說 我可以做read 跟write 動作 我可以read 裡面模擬出來的 sensor 的數值 我也可以下control 給他 所以這個fidlap 他的 python api 可以讓我 跟我的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 我的machine learning 是keras 可以去調用 這個 api的部分 我可以下去拿資料 跟下去做 action 然後 我做了一個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就是很簡單的 幾層 然後 input 很簡單 input 就是我那時候做 超音波 避障 所以我 input 就是超音波 避障得到了距離值 sense 到了距離值 所以 假設我有三個超音波避障 那我的輸入就是三個類比的數值 就是從0到1公尺之類的 是一個類比輸入 所以我就輸入這三個點 那輸出的話 輸出的話就是 輸出的話就變成說是 我的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我的輸出是每個action對到的reward 每個action對到的reward 然後我會從每個action對到的reward裡面 找一個最大的 我就選這個來執行我的action 這就是第一頁的內容 其實我第一頁也可以擺在這邊 就是 反正input就是sensor 然後output就是 expected reward each action 那一開始initial就是0 然後隨著你不斷的這樣子 隨著你不斷的在做這個 就是剛剛那個update的過程 你可以把它update到你最終穩定的 然後用Keras去做這個machine learning 那因為Yamakum說 machine learning 其實不要再教他machine learning 現在用的其實是differentiable programming 他最近在嗆說 該結束了不要再說 他認為說現在的machine learning 其實只能算是可為分的 可為分的編程 deep learning 對對對 他認為只是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是想說 乾脆從現在開始就是改教 然後 然後對 這邊很好 這邊有趣的是 有人已經寫得很好了 然後我等一下會放影片 他其實在 他兩年前 他兩年前就已經寫了一個很好的一個 python的模擬器 然後開始在做training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是把他的這個東西 我結合這個simulator 然後我把他整個API打通 然後邊跑邊chain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網路上那個 你看就是他已經寫了一個這樣的 就是他用python裡面一個套件叫pygame 那highgame的話 他可以做類似遊戲的東西 他可以下control 他可以走 然後他碰到 他可以偵測 偵測有沒有撞到障礙物 所以當你偵測到障礙物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說你要扣幾分 然後這扣的分數 這個reward 你就可以設定 那那個時候他的做法是 他的reward是怎麼設計的 我們看到這個線 他這樣展開來 這個是在模擬那個 所謂的超音波幣障 他的sensor sense到端點的距離 那他的reward 因為他要盡可能離障礙物 越遠越好 所以他reward的設計呢 他是把這個超音波幣障 的每一根 每一根就代表一個sensor 他是把這所有sensor 得到的值去做sumeasure 去加起來 所以他拿這個東西 當然是reward 那一旦他撞到東西 他就會扣一個很大的值 所以就是 就是想辦法讓他不要撞到東西 然後他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細節 就是這個球啊 這個球其實是要移動的 要變大變小的 就是要增加這個 你在train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增加這個環境的複雜度 讓他可以真正去泛用 就是去適用在每個情況 所以他裡面有做這個球 變大變小 那其實他還有做 他還有做就是 他會讓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在裡面random walk 想辦法去干擾他 然後我的話呢 我的話有重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的起點跟終點 我的起點跟終點 是assign號 就是我要從 我random的 choose 這邊這個點 要走到這個點 或是下一次trange 就從這邊 要走到這邊 就是每一次這邊 起點跟終點 都是 random的去從sign 我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 那不會不動 就是因為 我剛剛聽你的那個loss函數 是只有撞到會扣根 對 他不動不是不會撞到 沒有 我的action 只有 維持目前方向 一定要動 我往左 後往右 這三個 所以他會一直 他不會有在原地 可是他不會一直轉圈圈 轉圈圈 所以我就 我要讓這個球 一直不斷在那邊動 所以他原地轉圈圈 他也是 會被你球撞到 他也是有可能被你球撞到 如果說你今天 你今天設計的情況 你這個球 如果剛好就不動 而且剛好在這麼遠 對 那你的起點如果在這裡 那他最佳解是原地到圈圈圈 對 他不會學到 他不會學到任何的地長 他不會學到 你那個線是他的sensor 就對了 對不對 他會有幾條線 這有多少條線 也是你定義的 就對了是不是 對 我會定義他sensor 每隔幾個角度 每隔幾度擺一個 然後sensor 能sense到最大距離 就是多少 然後反饋的數值 就是他sense到的數值 然後把他 淋漠就是他sense 可以看起來 可以看起來 你這sensor大概只有1 3分之1 角度這樣 大概120度這樣 120度 擺了6個 對 那你的那個 好 你那個 藍色那個速度一定不能太快嗎 跟你的東西一定要速度 對 藍色 藍色如果太快的話 對 藍色太快你就沒有用 很容易會阻擋 阻擋掉 就是很容易會讓那個 綠色的那個球過不去 對 所以也不能太快 對 如果前後都放sensor會怎樣 前後都放sensor會怎樣 前後都放sensor 其實會傾向於一道全全 我自己在 因為你 你本來是 你本來是 其實這也不好說 這個你要去試試看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曾經在90度的地方 放兩個sensor 結果趁出來效果超差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我曾經在90度的這兩邊 這邊 這邊放sensor 然後我 我的relation一樣 就是往前維持的 出走 還是往左去的 往右去的 就三個 那我放在垂直的這個角度 放了兩個 結果整個普攻人的下降非常多 這是我的經驗 你沒有一個就是說 譬如說幾個timestep以後 一定那個absorbit一定就會 停止這樣子 你有這個東西嗎 就是用sensor規定 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幾個 譬如說時間多少 譬如說 termin and step 對 termin 就是 沒有啊 我有termin and step 不是不是不是 從A走到B 我知道我的意思說 沒有經過時間 譬如經過10個timestep以後 他一定 你如果沒有達到 你也就是再見這樣 喔 我沒有設這個 沒有設這個 我不好意思 就是說 假設他在原地 一直轉 就是一般我以前看過 你要設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他就是 終點中 對 但時間沒有終點中 對 好像是會有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 對 你再讓我想起到 其實這東西我做了很多實驗 對 我也有設 我曾經有設完成時間 對 對 那我發現設的 就是如果你時間走很長 然後你不是時間越長 你要除某個數 要把它 降低 因為你鼓勵他 我那時候是用除的方式 然後 我發現 裡面是有效果 對 是有效果 然後 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 我在那邊設計 revolved的過程中 我弄了好幾組 但是大部分都是沒有效果 那這部分 要再研究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我後來得到一個風格 就是說 環境要盡可能的就是複雜一點 他才不會在原地弄全 因為常常會train到那種model 他其實是不會往前走 他其實最後就是 一直往左轉 他的action就只有一個 就是往左轉 然後原地一直繞圈圈 那他降的revolved也是最大的 因為假設他本來就在 他本來附近就沒東西 那他原地轉圈的話 他revolved一定是最大的 所以你要盡可能讓這個東西 有可能會去壓迫到他 讓他做一些閃避的動作 那這樣才會真的學到地上 如果你只是單調環境 下去這樣做 他是不可能學會 異常這些事情 那選起點跟終點 是希望說他在不同的角度下都可以做 就是 那時候有一些孔 然後這是TRAP的situation 就是 這個套件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 他裡面有一些 我是拔別人的輪胎 因為我不會 這個機構我會畫出輪胎 我拔他裡面已經有輪胎 然後我自己去弄一個 一個型 就是用很簡單去弄一個型 然後質量是跟我 實際上車子的質量是一樣的 然後馬力什麼的 去想要tune到結束是一樣的 然後我的轉彎 我的轉彎是用差速控制 就是 左輪跟右輪的速度不一樣 就是轉彎 用這樣的方式去努力 然後 他是後輪傳動 他只有 他只有後輪 然後 沒有沒有 四輪傳動 我這邊弄了四個軸 他是四輪傳動 然後四輪傳動 也吃了很多苦 就是 我自己在買來的那個馬達 他有速差 所以四輪傳動 會卡卡的 跑起來會卡卡的 可能後面會追趕前面 然後四輪傳動 還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你跑崎嶇不平的地面的時候 你那個 因為這 我買的那個是很簡單的機構 那馬達中間沒有那個 差速器 所以很容易兩邊卡在一起 發出很慘的叫聲 那 模擬的話就是 非常happy 就是地形 首先地形是平的 地形是平的 然後 馬達的參數 這個 這個馬達他的參數也是我設定的 是很穩 所以即使是模擬 也是很happy的情況 就是 跟實際上會遇到的問題 這個地方還 我這樣做 我就覺得還沒辦法模擬得出來 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這個環境做模擬 然後你有實際上買component 來把它做出來 等一下會實際上組起來給大家看 其實做這個實際上應用在機器人上面 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演算法本身 最大的問題是你的這些 你的動件 機構 還有你要怎麼克服運動的慣量 慣性 其實這個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 還會講我得到的教訓 就是這個地方是training的部分 就是 我這邊開始跑 然後它是一個python API 然後我可以 對 這個是這個地方是我已經training 好的一個model 然後我來測試它的效能 然後我就在這邊擺了一個障礙物 然後我用滑鼠去移動它 讓它可以移動到可以阻擋到車子 那這邊training出來的model 它是會往前走的 它是屬於會往前走的model 它不是在原地打轉 原地直接打左轉 打右轉 然後我再移這個車 移這個東西 然後慢慢移流 然後它會開始有避障 它會開始有避障的效能 然後我在這邊阻擋它 你看它頭都會 它頭都會扭一下 它會開始做避障的動作 就劝完的效能 就這樣 那我們看完模擬 是不是很開心 感覺很厲害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會有實際 不知道 實際 實際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後training的話 我記得我有擺 training的話大概就是像這樣 就設計一些真實的球體 然後去滾動 球體我有設一些 它持續滾動的函數 就寫在這個Python 那這個training的地方 這個training有個地方要註明 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 我有做錯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是有看到說 DT它有個假設 就是說那個step的盡量 時間短一點 我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 這個東西 因為它要 它要跑物理引擎 然後都用到GPU 然後它還要train 它還要利用這邊得到的結果 通過API 傳到我們的model裡面 再做model的feed 然後optimization 然後optimization 然後optimization結束以後 才做下一次的action 那這中間會有個時間差 那時間差如果長到某個程度 它是train不出來的 它是train不出來的 所以 這個地方 我自己帶著的話 是 有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 曾經跑了一整天沒有解 可能是APA 又在調小 因為你時間變長了 你那個 那個 如果Gamma 你那個可以更多 你那個 越不相關了 你時間越近 你越相關 所以Gamma的高點 可能是這樣 時間 都離那麼遠了 所以你的Gamma 就開始了解 不然你其實 也太樂觀了 你認為這個 你認為這個環境都沒在變 事實上也在變 所以你那個Gamma應該 因為我以前沒念書 我以前只是做了 那我現在覺得說 可能Gamma要調低一點 請問這是用多少 加在NVG 因為我們的Model很簡單 Input三個 Output三個 三個Action的R值 是Output 然後Input是三個Sensor 當中 對 那很簡單的一個Model 兩層FC 直接輸出 那當然你也可以玩 類似LSTN 或是更複雜 可是你勢必要用 更多的算力去算 所以你剛講這邊 是用TD去做還是 TD作為最後的那個 Reward function 然後拿來Feed回去 Update 就是利用TDUpdate的那個公式 Update那個 因為我輸出 我說說是三個 我說說是Action對到的Reward 那我的TD算出來的值 就是去更新那個Reward 然後當做是他 這次Sense出來的結果 然後把這個結果 再回去Optimize 就是我的Chain and Save 就是Action跟TD回來的 然後就Chain他 然後這邊 我那時候沒念書 所以我以為 因為 整個你有沒有講 什麼TD0 什麼TD1 什麼等等 我那個時候以為我做的是 0跟1 後來發現不是 其實很好笑 後來我這幾天回去Review 看完書以後 去Review 其實我做的是Sasha Sasha跟Q learning 那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圖不是很基礎 因為很久以前的照片 我沒有存檔 就是Q learning 做出來的那個Loss 還真的就是比較大一點 那Sasha 會收電的比較好 他的Loss 可以收電到比較低 那大概會差到一倍 我這邊的Loss 大概會差到一倍 有巨大的差別 然後這邊是實際的車子 這個 你應該有看過 這實際的車子 那 這車子很 很爛 首先他的車 車底盤就是PCB而已 車底盤是PCB 然後他底下的兩個馬達 是用螺絲子 用那個 六角螺絲子直接鎖上去 然後他的馬達就是 我這是四輪傳動 四WD的一個車子 那他四個馬達 他沒有 他送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沒有做匹配 所以這四個馬達的推力都不一樣 表現 普攻的時候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前輪追後輪 或後輪追前輪 那還有他中間沒有那個連通走 所以地形稍微起伏的時候 那個輪胎的協調不是很好 還有第三個 就是 我是用差數來構成轉彎 那這本身是全部加起來 就是有的沒有東西加起來 將近快 快一公斤 那 他開始動起來的時候 你們可以想像那個 就是那個慣性有多強 你單純做差數 單純在這樣子 這樣子地板上摩擦 你利用那個速度的差別 你要達到轉向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實際上跑起來的話 速度沒辦法很快 就慢慢跑 這個 整個是買TK一個零件發出小 對 不是買套件 不是不是不是 太厲害了 慢慢來慢慢 就是然後 因為我們的Model很小 所以可以跑在樹梅拍上面 然後這真的是用那個 用兩個FC 兩層Fully Contented Layer 然後256x56 你說你前面是用Sensor 是用超音波的 對 前面那三個是超音波 然後你們知道最重的是什麼嗎 這裡面最重的是電池 其他都不重 其他都很輕 最重的是電池 然後再來是馬達 超音波出去是 對 Analon的Signal 然後收回來的時候 再轉成 他其實 其實他沒有 他這個做的不準 他不是用Sign Wave 他是用突破 然後 打出去 打出去 然後最後看 打出去的時間他知道 對 然後就是COME的 COME的 COME的之後收回來的時間 他知道 對 然後他除掉他內部處理石 他剪掉他內部處理石 他剪掉他內部處理石 再除以後 他就是 應該就是我要做 因為這個超音波 有人有那些 有人有寫好這個code 可以給你用 不過那個都不能直接用 因為 如果你把人家的module 拿來直接用 你會有一個問題 叫做Synchronize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把人家的東西 拿來寫成程式 你沒有parallel 因為這 你會寫成Sequential 如果直接貼的話 所以你要設 像我有三個 那我剛好這個有四個code 我就設三個稅 然後同時進行這三個數據 然後在同樣的時間給結果 這樣才會做得對 不然你那個時間差 你三個 你的Sensing是 A Sensing嗎 B Sensing嗎 C Sensing嗎 時間上其實會有落差 因為它 因為它是用音波 它不是光波 所以它的Sensing 它也是有緊密這個 因為音波沒有走得很快 所以盡量是 不過我跟你講 Synchronize也是會有問題 就是 這個超音波打出去 如果大家是同一個時間打出去 那會收到 比如說A收到B的 就叫Costle 就是A收到B的 或是B收到C的 所以也是有問題 所以 尤其你看我超音波擺來那麼近 所以你看我做出來 我在懷疑有幾個部分 為什麼我的車速不能快 只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 超音波可能收到錯的數字 可能收到別人的 或是 走到某個地方 因為某個角度 我打出去某個角度 入射反射 當中打到別人的結構型 整個就亂掉了 那為什麼車速放慢 又給WALK 因為 因為你雖然你的數據很常錯 可是長時間平均起來 可能那還是少量的Outline 平均起來 你還是有個趨勢在 所以速度慢 你取樣多了 還是可以做 但是速度快 再很少的取樣 讓取樣就不正確的情況下 就會漏掉 那 這是 一個是程式或數據上面 可能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我這個東西的慣性很大 靠這個差數 沒辦法做很快的轉彎 那 比較好的做法 可能是 類似前面要萬象爐吧 不過也不行 因為 假設 應該是想辦法上低 車體的重量 那它慣性不要那麼重 那它轉彎的是不是很快 不是 那我做這個當題 我自己覺得說 可以再改進了 其實是 我當時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其實是可以把這些 不確定因素都加進去 或是說 我可以把sensor換好一點 你三個超音波是三個不同sensor 他沒辦法設波長 他沒辦法設波長 沒辦法設波長 他沒辦法設波長 他只能設定什麼時候打出去 然後什麼時候sense 對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設波長 如果波長不一樣 就可以分開了 對對對 那這個很粗糙 他是 他是會 收到別人 對 這也是可以改進的方向 總之我比較說就是 就是 做這樣的事情 在過程中 會發生很多 你一開始想不到的事情 然後模擬器本身是很危險的 這可以繼續learn嗎 在上面 是這樣的 就是 如果是要做training的話 這個樹莓拍沒辦法 那 還有就是 如果你要 讓它邊跑邊學的話 你可能前面就會撞壞 就是 就是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紙糊的 就是 拿熱熔膠隨便點 點上去 所以 拿實測如果真的撞到的話 他是整個會翻起來 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 所以你自己覺得 在simulation上面 放到實際上的時候 其實蠻大的差異就對了是不是 對 因為我去聽那個 NVIDIA Account的Simon 他們也是在建構一個類似這個 實際上的領域 他認為 又機器人在吹你 就像你剛剛講 就是那個動量 又你不能讓它 就是在訓練 就在機器人上面 那機器手可以早就 破壞掉 打壞掉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 很快突然間要拉回來 或者是怎麼樣子的 對 就會掛掉 所以你覺得它那個系統 你覺得不怎麼破壞嗎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不是 我不是說 我是說 我今天 我今天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把每一個馬達的參數都 我沒有把每個 像你看我剛剛也是模擬那個形狀 然後它的重心配重也不完全是一樣 因為那需要專業的人去調到重心配重一樣 因為工程是很嚴謹的 那這個只是 就是說 我用比較粗糙的方法去等效 等效我的車子 但是我的車子其實是 尾巴擺電池比較重 重心 跟我心理不一樣 那還有我的馬達的參數 到底有沒有輸正確 這個我那時候也沒有時間去check 我可能 我可能馬達的扭力值射很強 所以導致它轉向 一級棒 它可以克服那個 它可以克服那個慣性 可是事實上 我得到了馬達 即使有這個扭力 我可能也沒有鎖緊 或是說上面 上面可能 有一些摩擦力 因為摩擦力可能沒有考慮到 考慮上去 那 還有一些 能量的損失 像你車子在跑你會有噪音 那 可是你模擬你不會有噪音 所以能量都是守恨 就是你模擬的能量 還是會差那一點點 我不知道這個影響 那還有就是 你那個電池傳過去的電壓有沒有穩 你有沒有知道馬達控制 在煞車或在加速的時候 會有回充電流 它會有一個感應電動室 它在做加減速的時候 它會有感應電動室 那這感應電動室 要用一些 遊戲電路去消除 那這邊也沒有做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你能 你能夠把工程上會遇到的 其實做機器人很難 你要把功能上遇到的 不管是電子學 然後電路學 然後物理 機械 你都要弄懂 而且你都要 你的假設都要弄懂得正確 你每個都要 每個細節都要考量到 然後你說進那個simulator 它才能真正代表你實際上的情形 然後才能真正的達到你simulator的作用 不然你從這個simulator上面 確定好的東西你搬下來用 你絕對會downgrade非常多 絕對是非常 會差非常多 然後 就是 這件事情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RL就是 如果要做一個真的 很好應用 你考慮的程度 可能 因為你要叫機器人去做某件事情 就讓我們到處 那這件事情 你又不希望它太蠢 你又希望是 就是能幫助到你的 那 也因為 你如果要設想這樣的情形 你變得什麼都要混 或是你要找到各式各樣的 體驗才能做得起來 所以我認為RL在現在 還沒有模組化 還沒有發很成熟的情況下 你只能做遊戲 那 最近那個 辛海跟巴雲免費 所以 然後他們有 他們為什麼這次要免費 因為他們想讓很多人去玩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存檔 那這個存檔 就是所謂的batch 就是batch training的概念 然後呢 他們有 會有 有提供的開發平台 可以把 辛海真巴2的存檔 把它load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 你可以去編 你可以去編輯它的reward 就是reward action pair 你可以去編輯 就是 滑鼠左點擊 是一個action 右點擊是一個action 移框是另外一個action 然後框有 框大框小 從哪邊框到哪邊框 又是一個東西 那他裡面有定義好 那你就是用這個API去call 那 他那天論文裡面 他建議的 你的輸入是CNN 就是 辛海真巴2戰略遊戲 他有小地圖跟大地圖 所以他建議是說 他給了範例 說你可以把小地圖做CNN 你把大地圖做CNN 然後去 去開始 從這個地方開始在 開始在發展 你的策略 這樣 因負是CNN 奧負是他已經定義好的那些指令 比如說蓋冰林啊 蓋什麼 然後 然後我是覺得 路要做辛海真巴的話 你的那個探索 你的action 你要盡可能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你的 就是你要拉長那個時間 因為 辛海真巴他 有戰爭迷霧 如果你 你Always沒有去嘗試 戰爭迷霧以外的東西 你Always只會看到你自己的這一塊 怎麼發展 你也不知道別人在搞什麼 所以說你的探索 你比較多要嘗試 讓你的model 能夠去探索位置 然後 而且是有效率的探索 你自己想法自己 因為你單純random 因為你知道整張地圖有很多種走法 你單純random 你可能也很難找 在對的時間點找到對的資訊 然後再做出對的判斷 所以他比起圍棋他更難 因為圍棋你所有的condition 都擺在棋盤上 你都一目了然 可是 辛海真巴的話變成說 他有戰爭迷霧 他會遮蓋 所以變成說 你要盡可能讓你的單位 去地圖上探索 然後取得情報 然後再針對這個情報回來做預測 不然你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的資訊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 那最簡單的 他用論文上也講 最簡單的就是開圖 就是整張地圖 全部都打開 戰爭迷霧都打開了 那這樣他說 他們已經有初步的結果 所以就可以去看 STARTPROV2 那個 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RL RL 他們已經有一個套件 給你下載 然後辛海真巴二項 又免費 所以那個遊戲 配合到那個API 如果你們電腦好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 藉由這個API 把數字讀出來 就可以開始玩RL 然後就開始去解辛海真巴 然後就可以開始 用那個replay去train 大概是解 可以玩 可以玩 這個感覺很好 然後 大概就跟 吳恩達講了吧 就是RL現在 就是 還只是 活放 先知道有哪些做法 其實也不錯 但是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在你看書 這些都真的很淺 實際 infinement以後 你才會發現說 你要去找好多資料來 你 好 這就是 這就是錄影 就是 給我的感覺 那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我可以把一個東西 推公式 會弄得很清楚 又知道哪樣 因為我知道 我 我想要犯話一點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就是在雷塊 就是有一種open video 的感覺 我變得只會這個 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工程師 不像是科學家 就是 有問題 就是擠 然後 想辦法用一個 很說服自己的 增加解法 就擠 然後 然後 要了解中間的原因 但是 e-tail e-tail-oriented 那些東西 可能 我會擺在比較後面 那可能 有些人認為說 我今天我要做 我就要做世界第一 那 e-tail-oriented 就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所以 我一定要把這些細節弄懂 我才有辦法超越別人 可是 層次上會不同 那我認為 就是 做空程師其實 有時候都在 自己應該在打架 可是 我做不到頂尖 那 我 我到底算是上個神 會有 然後 會有這樣的心情 可是 有在想說 這樣的公司 這樣的吃人 能push我到那個頂封嗎 不然 你又放心了很多 就是 你的理想可能在這 然後 你想要成為的人 可能是 你都不可能成為的人 那你就是一直想辦法 去努力 然後 想辦法用 TDLN去 approach 然後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我是覺得今天講的東西就是 其實 細部都可以再 再鑽 細部都可以再鑽 包含那個 建進線怎麼畫 他一定有推了某個公司 然後才畫出那條線 他裡面都 他裡面都 作者都有畫那幾條線 肯定是推出來 沒辦法 沒辦法 確定要畫在哪裏 或是說 他其實是用 那個 一個 軟梁 的 這個 那個 對 那 就 做出這樣的 鑽 線 我是覺得如果對細節非常的想要知道的可以自己再去鑽更深一點 那我是覺得我沒有鑽很深 那現在還有多少錢 謝謝